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0年的某一天 在我的18岁成人礼上 我收到一份暖心的礼物 显然 他也从我嘴角上扬的弧度 知晓我的心意 与其苦苦的追寻 不如接受命运的安排 突如其来的邂逅 往往更深入人心 啊 这深情的对白 像极了爱情 长度15.6厘米的环保纸盒 却有着一份远超478克的文重 沉甸甸的分量 时刻提醒我 他承载的价值和内涵 平凡无奇的包装盒上 烫印着几个 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痕迹 别小看 中国电信 这几个字 冥冥中和我产生了 牢不可破的羁绊 我也允许你爱我 但是 对不起 我这一生 注定无法属于 任何 一只鸡 在精细雕琢的壮事下 这份奢华至尊的配件全家桶 也只属于 至尊奢华的我 才可以享用 比如他 你以为这只是一根 普通的数据线 而凭我多年的经验 和对线材独到的见解 以及我高超的捆绑技巧 一眼便知 它的长度在116厘米 粗细事宜 任性 正好 再美好的情感 都有蜜月期 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 有的是1000毫安 有的是1500毫安 但是 最终都会迎来最终的期限 也只有关机前 最后一丝电 才尤为珍贵 而这块备胎电池的存在 让这段感情 得以保持新鲜的热度 做冲 更是让无处安放的青春 有了栖息的场所 作为魅力仅次于 隔壁iPhone的机器 一般它不会轻易出来 在惹温度如春的冰雪之城 你一定可以发现在人群中闪耀的明星 果然 这个世界上 不会存在着比我还有魅力的东西 把玩智能手机的一门学问 姿势很重要 从左侧沿顺时针方向 转到右侧 以匀速圆周运动 这样感受 既饱含深情 又不会漏掉每个细节 用我们古董行的专业术语来说 这个动作叫 盘大 这挺拔的身姿 内敛的黑色打底 低调 而不是优雅 柔软的人造塑料 给英气逼人的机器 增添些许柔美 腰部加宽的按键设计 配合两侧精心雕琢的虚拟按键 完美自然的交互 贯穿始终 不经一间点亮的屏幕 啊 全球特有的浓墨重彩的 Super AMOLED气息 扑面而来 还有这一级赫兹 媲美高端电脑处理器 加512兆超大内存的组合 让孔夫子寓教娱乐的教学方式 得以致用 八级海量的纯粗空间 更是存放无数AVI MVB的青涩回忆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对拍照 这种保存时间的记忆 有着与众不同的追求 最考验拍照技术的 既不是美学的理解 也不是巧妙的构图 还不是单身多年的手速 而是 回手 掏 镜头一开 看不见 走位 走位 然后不慌不忙地 记录下 五光十色的世界 只要有一颗 善于观察的心 生活中处处都是风景 不拘泥于江河湖海 不流连于人山人海 比如这只 桀骜不逊的鸡毛 不甘于被花的美眸掩盖 以一只红杏出墙来的姿态 展现它最美好的一面 Galaxy S的照片 少了一些浓妆艳魔 却平添一丝 淡淡的朦胧 阳长臂短 以退为进 深得冰法傲益 我不奢求你在世界中 清晰的毫发壁线 只希望 你不要离我太远 夜凉如水 宣传的街道 归于平静 从灯红酒绿 逐渐走向暗淡 少一点曝光 多一点模糊 还有独家降噪处理 最后撒上一抹忧郁 他们说 四十五度角仰望星空 眼泪会流到心里 就让我一个人 静静品味这份凄凉 人们说 二十岁看肤白貌美 四十岁看德智体美 说的是看待事物 不拘于心 不困于心 虽然 我只有十八岁 却有着和年纪 不符的成熟和理性 褪去哪些浮华的粉饰手法 双眼所见 才最为动人 多少像素 都抵不过 Galaxy S的平淡 真实 没有人了解 我是一名漫漫的贵族 即使单身 也要做完美的自己 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 多年以前 有个女孩 为我奋不顾身 我却无以为报 因为我的身世 五时五刻不再提醒我 注定要一个人走完 这已失的孤独 与漫长 只是 那个走远的你 让我难以释怀 时隔多年 当我独懂情为何物 障碍家族的一切 都成为过往云烟 如果你还对我不离不弃 我必 生死相依 我必须要生死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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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